我想後面我們大概頂多就三個 四個五個六個 你們自己再愛幾個就幾個 自己再去玩玩看 如果你都可以做出來 那表示你應該是懂的啦 那剩下來就是說 你可以拿我們今天的當範本 然後呢可能就是自己再把它做個修改吧 再來我是建議各位 就是除了要會之外可能還要熟練 因為我發現 因為可能我看是蠻快的 那你們可能看這個程式應該是看著 哇是這麼多 有些地方可能就忽略了 記得就是你要知道哪些是 最重要的一定要知道一下 所以接下來的話 如何把它改成全部折現如三 那三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跟剛剛的 有哪些地方是不一樣的 首先第一個是邏輯判斷 它這邊的話呢 有沒有這個是也是本來是乘以五嘛 變成乘以三 有沒有一二三 三個吧差不多 因為如果四個的話變太過來了 OK 好那我把它乘以三 寬度的話乘以三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第一個還是在m 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變在p 第三個變在s 有沒有 所以你就算一下嘛 p跟s 好大概有這個概念之後應該就夠了吧 其他還有就是換列 這個不用加10 有沒有k這邊不用加10 這邊不用 這邊才要加 讓它往下 跟剛剛道理一樣 也就是最右邊那個才要k等於k加10 不然的話每個都加 它變一直下去一直下去 那就會變成它不是放在它旁邊 而再放到它右下角了 OK好 那如果有這個概念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修改一下 所以我一樣把剛剛乾脆 如果你二寫的出來再寫三好了 三怎麼改呢 一樣拿二來修改 複製一下 貼下來 所以理論上一層一層的 你不要急著一下寫三個 你如果會寫一個 再寫第二再寫第三 OK 那三的話呢 就是這邊把它貼上來改成三 第一個改完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把乘以幾的話 把它改一下 寬度有沒有 wis 乘以三 那hite不變 高度不變 一樣都是十列高 OK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先把名稱改一下 第二個把寬度改成三 再來第三個就是說呢 我要來判斷 判斷的話呢 那我們就不是Mod2 而是Mod3 那如果呢 這邊加這個不用加啦 這個我剛剛多加錯了 這個不然就寫寫 這個不對 OK 這把它拿掉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就是把什麼 把這邊邏輯 這個的話是等於是 如果它除以三餘一 就是第一個 那餘二怎麼辦 跟各位講 餘二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直接拿 這個衣服來複製 有沒有 那複製的方法其實特別重要 就是從if的判斷的話 一直到底下它做的事情 總共四行吧 複製一下 貼到它的下一行 所以enter 那一般我習慣是把它back到前面去 為什麼 因為它貼了之後會有縮排 所以你把它back到前面貼上 好 那不過特別注意 這邊已經有一個if 那這邊如果再一個if就衝突 所以記得喔 在第二個if前面加一個l 這樣就其次了 首先其次 其次的話就是mod3之後 為於2 有沒有就第二個 那於0的話就整除了 OK 那所以就l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二個 這是第三個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等於是說 把剛剛的程式直接貼上來 然後前面加個l 然後把它改成2 這樣OK了 最後的話再改一個地方 應該這一題就完成了 哪個地方呢 就是它的坐標 本來都在m m把它改成什麼 這個改成p 有沒有 我剛剛有算過 這個是p的部分 OK 然後再來的話這邊是s OK 也就是它應該放的那個坐標位置 把它改一下 好 應該就改完了吧 所以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 來 乘以3 加上一個邏輯 貼上來 然後l 這邊改成2 然後分別改m ps m ps 好 應該都改完了 好 最後呢 來亂亂看就知道了 如果成功的話 那表示應該就是這樣的 把舊的刪掉 刪圖 然後執行這一段 看一下有沒有錯 1 這個是先美元 人民幣 歐元 日幣 英鎊 好像都對 最後多一個 就是最後一個是紐幣 那應該就沒問題了 好啦 所以今天的話就是 全部折線圖把它變化成 第一種 第二種 第三種 當然還有第四種 我就不做了 你們自己衍生吧 只是四個好像放比較放不下 所以四個我希望你可以把它 另外再產生一個工作表 資料就放前面 圖不要放這邊 圖放這邊好了 也就是跨工作表 那所謂跨工作表就是 資料在這裡 圖 所以待會你們可能就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表 名稱也許叫繪圖好了 OK 繪圖 然後就把剛剛的放在這邊好了 叫做全部折線圖跨工作表 有沒有 跨工作表過來了 刪掉 跨工作表二 刪掉 大概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 那這個地方最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應該要改的地方可能就一個地方 就是參數裡面 所以這個要怎麼改的話 記得應該要注意的就是這個位置 set source data 目前這個圖的set source data 也就是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後面有一個參數叫source 等於後面就是它的range 那如果你假設要指到的是哪一個工作表的話 記得你必須在range的前面加上它的sheets的名稱 就是可能這邊要加一個物件 就是要sheets哪一個工作表的位置或者它的名稱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全部折線圖3把它先完成 那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們再試試看折線圖4 這個我就不再做 然後這個程式 超級程式碼在第8頁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試試看折線圖4 然後再試試看折線圖4 好呢 然後再試試看折線圖4 谢谢观看